黑豆是一种健康食品,适合大部分的人群食用。 黑豆虽然没有黄豆、红豆那样常见,但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,具有高蛋白、低热量的特性。 据说,黑豆还有五顺、像血脂、防衰老、润肤、美容的功效,比较受人们的欢迎。 黑豆带来的好处却是比较多,黑豆中不含胆固醇。 不仅如此,还具有抑制人体吸收胆固醇,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功效。 黑豆还可以见脑抑制、防肥胖、主消化、力量、解毒、不慎滋力、不去活血、美容、迷糊、防电力。 可见,适当的是一些黑豆,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 想要发挥黑豆的保健养生功效,也是要讲究实用方法的。 这几种食用方法,比较养生。 一、黑豆浆,最好是将黑豆煮着吃。 比较常见的是黑豆炖排骨,也可以将黑豆打成豆浆利用。 这样有助于人体吸收黑豆中的营养。 在做成豆浆之前,先将黑豆浸泡至少三个小时,再按照比例加水放入豆浆机。 一、二、醋泡黑豆,先将黑豆浆水放凉,再放到醋中浸泡两小时左右,即可食用。 这样可以起到酱汁酱压,养干养善的效果。 三、羊腰黑豆汤,将羊腰清洗干净,再用开水浸泡三分钟去吃草味。 将黑豆,肚重,插骨,生姜一同放入锅中,有小火煮三十分钟,最后再在其中加入羊腰炖熟,即可食用。 这样可以起到调理肾功能,活血化育,撞腰炎肾的效果,对肾有一定的滋补作用。 黑豆虽然适合大部分的人群食用,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最好不要食用黑豆,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。 还有可能引发其他的疾病,隔部长湿,这三种人最好不要吃黑豆,尤其是第一种。 一、肾病患者,黑豆其实是不太好消化的,如果患了肾病的人吃黑豆,不仅不能达到不善的效果,甚至还容易加重病情。 二、对黑豆莫名的人,有些人的体质比较敏感,不能闻某些气味,或者是吃某些食物。 如果是对黑豆过敏的人,最好不要食用黑豆,否则容易造成不良反应,发生过敏现象,会使身体受到损伤。 三、孕妇。 孕妇虽然要适当进步,但最好不要吃黑豆,可以选择其他的营养品。 如果在孕妇吃了过多的黑豆,身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受到影响,容易影响到腹中菜儿的生长发育。 这三种人最好不要吃黑豆,如果想要自补身体,可以选择其他的营养食物代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